市值4000億元的長榮集團 經營權之爭再先戰火了嗎 本來大房的三兄弟 還算蠻團結的 當年還一起對付二房的張國偉 把張國偉趕出長榮集團 但據說現在大房的三兄弟 這三位也鬧不合了 分裂成兩派 而且互不相讓 老大的張國華 是獲得老陳柯利欽等人的支持掌權 對抗老二的張國正 還有老三的張國明 而在野的老二跟老三 眼看久攻不下 最近就出奇招 在野黨 在野派是找來離開長榮集團 長達19年 張榮發的女婿 前兆豐金控董事長鄭申池 來參與禮拜五張榮發基金會 和慈善基金會的董事改選 希望能夠就此來化解疆局 解決經營權之爭 這個鄭申池它有什麼樣的來歷 它與我們是在長榮上班 擔任長榮的海運技術員 與張榮發的長女來結婚 不過他的親民領導風格 獲得長榮集團內部的青睞 也因為功高震主 長榮航的動作就被拔掉 之後他就轉戰金融業 19年都沒有回到長榮集團 儘管這兩大基金會 一共擁有了33%的 長榮國際股權優勢 要靠鄭申池 來希望把經營權給增回來 不過今天看到的 今天長榮航空是召開董事會 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是正式退出了董事會 未來對長榮航空也不再具有明顯的影響力 提著行李快速通關 穿著技師服和空姐服 各個戴上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長榮航空在27日舉行股東會 但萬萬沒想到 竟然在股東會上 發生了人事大變動 長榮航空改由老大張國華接手 而新任的董事名單中 包括了林保水 柯立青等人 但卻沒有老二張國民 以及老三張國正 甚至張榮發慈善基金會 也沒列入名單 五月二十一日上午 長榮集團大門口 來了一群人表示要查帳 帶對的是張榮發三子 張國正的聯金謝國縣 認為長榮集團不配合他查帳 將持了一個多小時 本刊調查 老二張國民及老三張國正 在商討如何贏得 長榮經營權的策略 就有人提出與二房長子 新與航空董事長張國偉聯盟 但張國正素來與張國偉恩怨疾身 根本不可能合作 但由於兄弟間恩怨情仇鬧不清 就有傳聞老二和老三 招上了長榮集團最熟悉的陌生人 也就是創辦人張榮發的女婿 鄭生池合作 鄭生池早年就是長榮海運的 技術員工作認真被張榮發青睞 甚至將女兒嫁給了鄭生池 從此成了長榮集團的駙馬爺 雖然人士洗牌 但長榮行去年的財報 卻繳出好成績 營收達到一千八百一十二點七五億元 年增百分之零點八 股東會上還宣布 每股配息零點二五元 東森財經新聞綜合報導 零點三十五元 林鄭生池碧 零點三十五元 零點三十六元